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喜南打算把小奥的装备都给上了 上的多可惜啊你可以把他送人 毕竟你玩了这么久难道不会舍不得吗 多少都会有点不舍得的 但喜南实在是没时间玩这号了只能把他给清了 之前我也想过要送给别人 但小奥和大号是绑在一起的根本送不了 没办法喜南只能宣布这号退油了 残酷的东西还挺多的我也不想整理了 随他吧就让这些材料蹲在那 小奥还有四个头饰和两套衣服 这些都是粉丝送给我的 满满都是回养 你们看希望基金到现在还是保持铃克呢 那你怎么不继续玩下去呢 不是小强不想玩实在是钢不动了 继续铃克的话装备完全跟不上 大家只能被人虐 小强是主播每天都要钢素材 要是天天被人装备银压基本是做不了视频了 好了咱们把装备都给上了 为了钢这把m4之前小强吃了不少苦呢 现在回在我手里也算是个好的结局 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深感的 又不是退又不玩了 咱们把这些配件都给崩了吧 反正也不玩了留着也没用 哎对了小强突然想起来之前听个粉丝说要是配件掉地上 而我们又不小心进金库的话配件就会消失 还有这次好多那也太逗了吧 之前我也是不敢玩 毕竟配件没了小强也就凉凉了 不过现在不同了 反正都要伤的 大不如做个实验 这就是传说中的 这比喻很不恰当 就怎么能跟小强比呢 哎呦还真的没了 这bug有点坑人了 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要是不小心点错的话 怕是哭都没地方哭呢 背包还有3万多的金条 本来是打算给粉丝送播福利 毕竟肥水不留万人田肯定得多招呼一下粉丝啊 粉丝说他上架了几个落地增都是最低价了 这里显示有7个也就是有8成的机会 能不能抓到这笔小金条就看他自己的照话了 咱们保守一点选中间这个买吧 谁买到看来这都是命呀 算了我也是打算把剩下的金条都用了 咱们来看看谁的ID和小强有关 哎制作人是小强老铁看来是咱们的铁粉呀 那就选这个了真是个性命啊 我记得家里还有些配方没用 咱们去抽个奖过个手艺也不错 只有那个门是好看的其他都一般般 小强也是突然有个不错的想法 想把个油桶大阵来炸一下梦魇 咱们弄了这么多的油桶炸起来的话肯定很壮观 来来来咱们把梦魇引过来 我去本来还想把他围住的没想直接就凉了 早死也不用这么着急吧真是无语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强我们下期见拜拜